看着此时楚清和这面带惆怅的样子,小赵不解道,公子现在都已经是将摩世旁搬这样的人击退,怎么公子一点都不开心? 楚清和奇怪地看着小赵道,为什么要开心? 去飞烟说道,公子你都将旁搬他们解决了,这还不值得开心吗? 楚清和翻了个白眼道,本身这一次就是被人设计,就算是赢了也不过是保全自己, 一点好处都没有,开心什么呀? 当然,若是金轮法王被留下来了,那就不一样了。 一旁的小赵和曲飞烟小赵认真地想了想后,发现楚清和这说法好像也没错。 这边,东方不败开口询问道,既然旁搬三人都中了你的毒,需不需要我派人现在朝着他们几人所在的地方搜捕? 文言,楚清和摇头道,算了,这一次光明顶的事情出现得蹊跷,没意外的话,旁搬他们原本的目标应该不是你。 东方不败问道,为什么这样说? 楚清和诞生道,如果旁搬的目标是你的话,一开始也不会等你压着将揪魔智和那金轮法王打了一会儿后才出来, 而是和赵敏他们一起在旁边看戏了。 说着,楚清和摸了摸下巴道,不过这旁搬修炼的道心肿磨大法倒是有点一丝啊。 在你隐藏了修为的情况下,竟然一瞬间就能发现不对劲。 将楚清和所言收入耳中,东方不败立刻反应过来。 曲飞烟面大恍然道,对哦。 那旁搬出来的第一时间,就发现东方姐姐的修为是大宗师镜初期,而非是宗师镜圆满。 这么晚才出来,的确有点奇怪。 对此,东方不败开口道,所以说,那旁搬之前没第一时间出现,是在处理其他的事情。 楚清和回应道,可能性很大。 若非是考虑到这一点,之前楚清和在旁搬等人跑路的时候,自己追不上, 直接招呼东方不败就行。 之所以没这样做,就是考虑到这一点。 随后,楚清和摸了摸下把面露思索道,不过堂堂大元国的魔师, 却忽然远赴万里之外,跑到大明国来,单单只是一个日薄西山的名教,吸引力怎么都不够。 乾坤大挪移这样的东西,应该也不至于让其大费周章才对。 然而,就在这时,名教的唯一笑快速地从远处掠来,然后落于东方不败地身前单膝下跪。 教主,出世了,六大派的人下山之后,峨眉派、空铜派、昆仑派以及华山派四派的掌门均是遭遇袭击, 其掌门也被人掳走。 尤其是武当派宋远桥等一代弟子连同宋清书消失不见,少林的全体僧人亦是一个未留。 刚刚武当派以及峨眉派等弟子重新回到了光明顶,想要找我们要个说法。 听着唯一笑所说,一旁的楚清河眉头轻挑,眼中一抹亮光闪过。 东方不败神情一肃道,什么人做的? 唯一笑摇头道,不清楚,但在武当派以及南少林消失的地方,我们都发现了一些兵器,看其样式,应该是大宋国那边的。 大宋国? 听到唯一笑所言,东方不败眉头轻皱转。 摊子扑得还挺大,竟然连大宋国都是牵扯进去了,大手笔啊。 听着一旁楚清河的嘀咕,东方不败挥了挥手示意。 见此,唯一笑满是敬畏地看了一眼楚清河后才是恭敬的后撤离开。 而在唯一笑离开后,东方不败看向楚清河道,和你之前猜测的一样,这旁班,这一次前往光明顶的确是别有所图,看样子,应该是冲着武当和南少林的。 去飞烟不解道,既然是冲着武当和南少林来的,为何旁班那些人要对付东方姐姐吗? 楚清河摇头道,可能是之前恒山派那批人背后的势力,不过,若这一次同样是那些家伙暗中策划的话,能够说动旁班这样的人来动手。 这个势力的能量倒是比我想得更大。 不过现在手中掌握的消息到底太少,而且也过于地零碎。 因此,思索了一会儿后,无法将所有信息完全联系起来的楚清河只能摇了摇头将脑中这翻腾的思绪压下。 稍稍思索了一会儿后,楚清河对着东方不败道,既然事情是从恒山派而起,恒山派那边就先放一下吧。 声音入耳,东方不败思绪转动片刻间开口道,你的意思是想要让我将恒山派空出来然后看看谁会重新占据恒山派。 楚清河点头道,目前而言,这个也是最好的方法了。 如果说,这两次对你的布局都是因为恒山派的原因,那现在这个举动,既能够避免这样针对你的事情继续发生,也能够有相应的想法去查,算是一举两得。 君子不立威强之下,敌岸我明。 先保证自己的安全,等确定对方的情况之后,再慢慢地算账。 东方不败思索了少许时间后点头道,也好,这一次来光明顶,我也是准备以后将明教并入日月神教之中将势力重点放到这边来。 楚清河点头道,也行,这大明以南木齐而言还没有其他的顶级势力,以你现在的实力情况,将日月神教搬过来,却是正好。 随后,走到一边将桌上刚刚那半个时辰里面掉出来的三个木雕递给了小钊后,楚清河对着小钊示意了一下。 紧接着,在屈非烟的愕然下,小钊竟然是从自己身后的包裹里面掏出一些羊皮面具,装了水的扁壶、小药瓶、铁碗等东西。 看到小钊从这包裹里面掏出来的东西,屈非烟愕然道,你竟然将这一容的东西都带上了? 一边将扁壶里面的水倒入到丹瓶之中,小钊一边回应道,公子让小钊带上的。 对此,反应过来的屈非烟哪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却是在出门的时候,楚清河就已经将这一切给算好了。 等到屈非烟视线放在楚清河身上的时候,楚清河则是诞生到,有备无患而已。 以为都像你一样顾头不顾定吗? 异了容,装了逼,放了毒。 试了扶衣去,身藏身语名。 从头到尾,楚清河的形式风格就一个字。 闻。 听着楚清河此话,屈非烟顿时撇了撇嘴。 给屈非烟说了一声后,楚清河看向东方不败道,帮忙去弄几套衣服。 听着曲非烟和小钊的对话,再加上楚清河此刻所言,东方不败哪里会不知道楚清河的意思。 赫然是准备重新一容乔装。 对此,东方不败也是不经玩耳道,你还真是一如既往地小心。 楚清河笑了笑道,不然就这样走了,太招摇了点。 光明顶上之前,除了六大派和名叫的人之外,还有着不少看热闹的舞者。 若是就这样,直接返回到旁边的江明城中,楚清河几人怕是免不了被当成大熊猫一样盯着。 到时候,一路上行踪,怕是都得被人盯着,这还一个屁容啊。 摇了摇头后,东方不败身形一闪,便向着光明顶山上挪去。 一刻钟后,等到东方不败反身回来时,此时的曲飞烟都是已经重新易融成一个清秀男子的样子。 头发也是完成了发际用一根楚清河随手调出来的木拆插着。 在东方不败将衣服拿过来,让小丫头到一只繁叶帽的树上换了之后,瞬间变成了一个清秀的书童。 可小钊和曲飞烟不一样?毕竟年纪不大,若是束胸的话难免影响发育。 因此,考虑到身材的问题,只能继续易融成为女子的相貌,只是易融后的相貌看起来更为普通一些。 在两女兜室处理好了后,楚清河这边也是换了一身简单的黑色长衫出来。 不过,随着小钊将楚清河的羊皮面具从锁骨的位置揭开,当露出楚清河本身的相貌时。 在楚清河那俊美的面容映衬之下,明明身上那寻常黑色长衫瞬间都是变得华贵而好看了起来。 看着此时楚清河真实的容貌,东方不败,嘴角不自觉地扬了起来。 果然,还是你本来的样子好看。 坐着不动任由小钊给自己易融间,楚清河略显无奈道,没办法。 又不是在家里,保险起见也只能这样了。 片刻后,在楚清河成功易融后,楚清河才是慢悠悠地站了起来开口道,事情完了,我们就先走了。 对于楚清河所言,东方不败轻轻点了点头示意了一下。 几夕后,看着运转轻弓身法向着山下前后隔着将近三丈距离移动的三人,东方不败却是想到了上一次恒山派史。 当时的楚清河意识如同现在这样。 在关键的时候,出手,事后确实留下了这么一句话后,轻飘飘地离开。 不管是在家中还是在这外面,行事之时,总是给人一种春风拂心的温和感。 只是,想到接连两次被算计,东方不败脸上的神情也是肉眼可见地阴沉了下来。 在瞥了一眼楚清河三人的身影之后,东方不败身形一闪,重新向着山顶之上挪闪而去。 也是在小昭和驱飞烟在面前移动,下山前顺手从一具尸体旁边顺走一把常见的楚清河则是吊在身后。 若不细想,怕是没人能够猜到这隔着三丈徐序移动的三人竟然是相识。 与此同时,在这光明顶相隔二十里外一处矮山的山顶,一行手持武器的人立于一座寺庙面前。 而在这寺庙的大殿之中,之前的旁班以及揪魔智等人皆是盘坐于前,三人的嘴角均是尚且残留着些许的血迹。 此前,之前昏过去的赵敏以及玄冥二老皆是已经清醒了过来,只是三人的神情依旧还是带着几分苍白之感。 噗! 忽然,随着大殿之中的揪魔智身体轻颤,自揪魔智的口中一口鲜血随之喷出。 而当这鲜血喷出的瞬间,竟是化作了一道血溅揪魔智身前的地面留下了一个小洞。 洞深三寸左右,而在这小洞的周围,更是有着一道道交错宛若常见划过的痕迹。 而在揪魔智之后,一旁的金轮法王亦是跟着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如同揪魔智一样,金轮法王这鲜血落于面前地面之时,竟是在这地面上留下了十几个的小孔。 而在这两口鲜血喷出之后,不管是揪魔智还是金轮法王神情浮现出了几分轻松的感觉。 同时,揪魔智以及金轮法王对视一眼,均是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 只是,不等两人开口。 下一瞬,在己人的感知之中,这大殿之中的旁班长袍无风自动,身上的真气波动回荡间,其真气波动一变再变。 短短不过两膝的时间,此时旁班身体之中的真气波动俨然是恢复到了大宗室静后期。 显然是此前楚清和所下之毒的药效已过。 而在修为恢复之后,旁班此前尚且还是有着几分苍白的脸色快速地恢复。 短短不过数十息的时间,面色以及呼吸便已经恢复如常。 眼看着旁班睁开眼睛,赵敏快步上前将旁班搀扶起来。 收回手后,赵敏询问道,师父,方才到底发生了什么? 面对赵敏所问,旁班看了一眼金轮法王。 随后,金轮法王将事情大致将赵敏昏过去后发生的事情讲述了一遍。 等到了解完此前发生的事情之后,赵敏心惊一片。 待缓和了几息后,才是开口道,难怪能够让师父受这么重的伤。 那个姓赵的竟然用金针次学这样的方法强行将修为提升到大宗室静初期。 没想到看起来文质彬彬,形式竟然如此疯癫。 说着,摇了摇头后,赵敏继续道,不过用了金针次学这样的秘法,那个家伙现在只怕也活不了了。 旋即,赵敏看向旁班道,那东方不败怎么办? 旁班稍稍沉思之后开口问道,武当和南少林那边的情况如何? 文言,赵敏回应道,刚刚已经有人传来消息,说是另外一对人将鹅梅、空童等四派的掌门掳走,武当之中宋远桥等一代弟子以及宋青叔均是被绑走。 少林的人一个未留。 旁班眸子青闪道,竟然还留了后手,这青龙会做事,倒是名不虚传。 赵敏叹了口气道,可惜的是,今日因为那个赵山河的原因,那乾坤大挪移未能到手。 不然的话,凭借着师傅此前抓到的那个练了九阳神功的小子作为炉顶,结合乾坤大挪移的特殊法门,想来便能另辟蹊径让师傅的道心肿魔大法迈入大城,从而进入天人境。 听着赵敏所言,旁班冷笑一声道,来日方长,等这边事情结束后,再来这日月神交一趟便是。 赵敏点头道,也只能如此了。 扑,扑。 然而,就在这时,一旁的金伦法王以及揪魔痣面色漠然大变,一抹痛苦之色快速地出现在两人的脸上。 下一秒,自两人的口中再次一口鲜血喷出。 而当鲜血落于地面之时,在赵敏以及玄冥二老的眼中,这落于地面的鲜血,竟然是有着屡屡黑色的烟气升起。 不单单是两人,一旁的旁班原本涌动的蒸气亦是宛若寒羞草一样瞬间收拢了起来。 同时,自旁班的口中亦是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鲜血吐出的瞬间,旁班的身体止不住地颤抖了几下。 这边,随着一口鲜血喷出,鲁魔智下意识地运转蒸气就是想要查看。 可当蒸气刚刚在身体质中运转的瞬间,鲁魔智瞬间感觉往日中那如壁直屎的蒸气在这一瞬间仿佛化作生锈了的巨子。 所过之处,均是会带起撕心裂肺的痛感不说,就连胸口依是宛若有着上百只虫子在撕咬一样。 嗯。剧烈的痛感之下,尹德,鲁魔智脸上瞬间被痛苦之色充斥,嘴中忍不住发出一道痛鸣。 一直到蒸气收敛并且压制在丹田之中后,身上的这些痛感才是徐徐的平复。 察觉到这一点,鲁魔智快速地看了一眼身旁的旁班以及金轮法王,思绪翻转下,像是想到了什么似的,鲁魔智神情瞬间大变。 该死,那家伙最后那一件里面带了毒。 声音出口,一旁的金轮法王,面色同样凝重而阴沉,以毒而始,以毒为重,此子地用毒手段,当真让人难防。 听着旁边两人的声音,此时脸色重新变得煞白的旁班,脸色也是阴沉了下来。 旁班也没想到,今日在光明顶上,竟然会被一个宗师镜圆满的舞者算计到这样的地步。 此时,旁班心中的怒意可想而知。 也是在旁班此时脸色阴晴不定时,赵敏开口道,师父已经是大宗师镜后期,寻常毒药难以侵入,为何那赵山河的毒药两次都能让师父中招? 旁班沉声道,那人所用的毒,看样子都是以特殊的毒物炼制,即便是为师也难以察觉。 赵敏询问道,那现在怎么办?师父,你能够将这毒逼出来吗? 声音刚落,旁边的金轮法王苦着脸道,此毒之下,一旦调动真气便会有穿心石骨之痛,真气都难以调动,如何能逼得出? 赵敏急声道,那敏敏现在去找那人拿解。 只是,还没等赵敏说完,便忽然想起那赵山河已经适用的金针刺血。 没意外的话,现在可能已经没了,就算找到又有什么用? 这边,在深吸一口气后,旁班开口道,敏敏,吩咐下去,带上练了九阳神功,那小子立刻离开返回大园,想办法解读。 赵敏问道,那青龙会那边怎么办? 旁班沉声道,以我们现在的情况,只能够暂时搁浅了。 说话间,旁班眼中不禁一抹抑郁之色。 今天就一万字更新,晚上还有一张啊。